您现在收看的是华士教育文化频道 接下来要播出的是智慧财产权法 大家好 这是智慧财产权法第十一讲次 今天我们要介绍的是三标之概说 在节目一开始 容我介绍今天参与讨论的贵宾 李源德 李律师 你好 老师好 大家好 很高兴参与今天有关三标法相关议题的探讨 我们节目一开始介绍今天的讲授重点 我们要介绍的是三标的意义 然后介绍三标的种类 再介绍的是外国人的保护 我们同样的用一些案例跟问题来跟各位做解说 首先第一个问题我想请教律师的是 三标的课题为何要包括服务标章呢 我们可以先从我们100年6月才刚通过的 这个三标法的第一条来看一下 第二条来看一下 究竟第一条第二条都可以看得出来 究竟我们现在商标法所保障的商标的课题有哪些 就是包括了商标 包括了证明标章 包括了团体标章 还有团体商标等等 大家在这个条文里面都没有看到 所谓的服务标章 为什么服务标章到底是什么 为什么它现在是涵盖在商标的概念下面 那我们可以先来了解一下服务标章它的外文 它的英文叫做service mark 那这个以前其实对于这个服务标章的保护 最早它是用这个商号就是trade name 就是一个商号的方式来保护的 那么一直到了这个1946年美国首先在它的这个商标法里面 把这个服务标章纳入保护 那么之后在这个保护工业财产权权的巴黎公约里面 那也在1958年增加了一个条文 明定各国应该保护这个服务标章 那么对于这个确定赋予服务标章注册保护的国际性公约 应该是WTO下面的chips这个协定 但是它在中间并没有出现服务标章这几个字 而是在商标的定义中 明文的来涵盖表彰服务的标记 那这个大概是一个国际上面的发展 那我国的商标法是在61年修正的时候 把服务标章纳入这个我们的商标法 那么一直沿用到92年 那服务标章其实跟商标 它在功能上是完全相同 它区别在于说表章的标的 还有使用方法的不一样 那服务标章是以表章营业上所提供的服务 那商标则是表章营业上的商品 一个是有型 一个是无型的 一个是有型的 那么至于使用的方式 商标它必须附着在商品的行销上行销 那服务标章它没有附着 无法附着在无型的服务 所以就需要把它附着在这个营业上的物品文书 宣传等等来促销它的服务 那么在92年的时候 我们在修正商标法的时候 就把这个服务标章 就把它纳入这个商标的观念下面 所以就没有再出现 这个有关服务标章这样的一个字眼了 那么在这个100年的时候 我们修法的时候同样的 就是说大家可以看到刚刚第一条跟第二条 这个部分还是一样 就是已经把服务标章 这个纳入在商标的观念下面去 那么在100年的修正理由 它特别又在更详细的说明 它说服务是提供无型的劳务 与商品或其包装容器的具体实物有别 在这个服务上的使用 多将商标标示与服务 提供服务有关的物品 比如说提供餐饮 这个旅宿服务的业者 把商标制作招牌悬挂在它的这个营业场所 或印制在员工的制服名牌菜单上面 或餐具提供服务 所以其实在这个现在来讲 这个服务跟这个商品本身 其实它的概念上已经具有共通性 因此所以我们现在已经把这个服务标章 这个东西纳入到这个商标下面去保护了 是 我们可以知道说 商标这个部分包括了服务 因为商品跟服务 他们两者现在已经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很难做区别 那同时我们因为现在是采用 这个一案多类别的申请方式 所以在一个商标案的申请的时候 可以同时申请适用到商品或服务之间 那么因此我们在100年 就把它再做一次的重新的一个更完整的 完善的一个修正 让这个商标是包含了这个服务是更为明确的 好 那我们现在在想要 这个请教的这个律师就说 我们可不可以以颜色 动态 全项图来申请商标注册 那民国100年商标法对这个部分有什么规定 是 我们的商标法100年 在我们的商标法第18条的第一项 有这样的规定 它说商标指任何具有识别性的标识 得以文字 图形 记号 颜色 立体 形状 动态 全项图 声音等或其联合式所组成 那么在我们的商标法实行细则的第14条 那么它有关颜色商标 它有这样的规定 它是说申请注册颜色商标者 这个商标图案应该要呈现商标的颜色 并得以虚线表现颜色 使用于指定商品服务的方式 位置或内容太一样 那么在第16条 就是有关这个动态商标的规定 17条是有关全项图商标的一个规定 那么有关颜色的部分 我想我们都比较不陌生 这个是在我们这一次修法之前 把它就已经加入进来了 那么这一次100年修法 是另外把这个动态跟全项图再加入进来 那什么叫做动态商标呢 我们可以再来做一个比较 对动态商标做一个比较多的一个认识 那么动态商标之所以会崛起 是因为跟近年来的这个资讯产业 还有这个影像处理技术的提升 是有绝对的关联性 那么所谓的动态商标它的定义 其实又可以在国际上 它也称为它所谓的动态影像的商标 或者称它叫做活动商标 那么它这个部分又可以再细分成三种类型 一个叫做一般性的动作商标 一个叫做外观商标 一个叫做手势商标 那也有人把它分成是所谓的动态影像商标 动作商标或者是手势商标 那么动态影像商标其实我们举个例子 就像我们平常在看电影的时候 看到比如说这个哥伦比亚这个电影公司 在片头的时候它出现了一个好像只有女神的 这个放出光芒的这样一个图形 但这个就是一个典型的动态影像商标的一种类型 那么什么叫动作商标 大家如果看过这个兰宝坚尼这个车门像这个刀子一样 侧刀式的这个上开的动作 这样的一个动作的过程 这个本身它在美国也已经成功地注册成一个 所谓的动作商标 那最后所谓的手势商标 就是用手的动作来表现出一种动态的这个变化 那在德国在欧盟里面 德国的这个德国电信公司 它就是用手比成一个T字形 这个T字形就好像我们在这个运动过程中 跟这个裁判表现 表示这个暂停的那个手势是一样的 但是这样的一个手势 在欧盟它也成功地 以这个所谓的手势商标 也就是这个动态商标来注册成功 那么至于什么叫做全项图商标 我们大陆称这个全项图商标 叫做全息商标 这个休息的息 其实简单地说 就好像我们在信用卡上面看到那个防伪标志 它可能就是利用二维跟三维的这样的一个图案 它来做成多层次的 那种不同的角度 它可能看到不同的图形 那这个部分 在我们这次修法的时候 也把它加进来 所以现在的 这个我们修法的第十八条第一项 它的一个精神 只要是任何具有识别性的标示 原则上都可以成为我们今天身体商标注册的一个课题 是 刚才律师介绍这个部分 我们现在就叫做非传统的商标 那这个非传统商标里面 刚才所讲到的这个动态商标 大家现在把电脑一打开 就看到Microsoft的那个圆圆的那这样飘进来 那就是一个动态商标 那像刚才讲到的这个全项图商标 现在我们看到你用这个信用卡 刚才讲的Master卡 它上面那一个 或者是你用的这个Nokia的这个电池 你看到这个它会有那个雷射的那种标示 所以全项图商标也是用一种 有人称之为一种雷射的 这个全项雷射商标 或者叫做这个全席商标刚才也讲的 它就是有一种观性的折射 能够让你看得出来一种立体的现象 那这种现象都是因为现在的科技的发展所产生的 好 那我们休息一下 等一下再请教长律师 这个下面的一些问题 好 像刚才讲到全项图商标 这是用一个雷射关线所反射出来一种影像 让你看起来好像有点立体的 它不仅仅有一种反尾的功能 而且它也可以作为商标 好 那我们现在再想请教律师的下面一个问题 就是有关于商标的意义 智慧查验局来申请了这个注册商标 但是智慧查验局审查呢 它以100年4月19日的审定书认为 不符合我们第五条规定的情形 所以不得注册 因合博的这个处分 那甲不服呢 就提起书院 经过经济部决定博回 于是他就提起了行政诉讼 那甲它这个主张呢 它这个商标呢 已经是在世界各国获准注册 所以可以证明它是具有先天识别性 那甲又主张呢 这个商标呢 与真实课最深刻的注册商标 在国内呢 都一产呢 时产呢 一并的使用 所以呢 也具备有了后天识别性 那请问一下 甲的这个请求主张呢 是不是有道理呢 是 提设的这个情形 是我们事务上确实是 具体发生过的一个案例 我们可以去参考 智慧财产法院 这个100年度刑商数字 第149号的一个行政诉讼的判决 那么在这个判决里面 法院大概就是分两大部分 来探讨这个 就是厂商他所申请这个 要注册的这个 Leave and immigration 这样的几个字 是不是可以来注册商标 那最重要的 就是在判断 他到底是不是具有 所谓的识别性 那么包括了 他的所谓的先天的识别性 或者是后天的识别性 这两个重点 那么 法院首先在这个 先天识别性的部分 他是认定是不具有 这个先天识别性的 那么因为法院说 这个英文 Leave and immigration 翻译中文过来 就是一个所谓的 留下一个印象这个意思 那么法院认为说 这个只会产生 这是一般广告叙述性文字 或者是口语化标语的一个认知 不足以使这个 上开商品或服务的相关消费者 认识到说 这个Leave and immigration 它是一个表彰一个商品 服务的表示 而且可以用来 以别人的商品或服务相区别 所以法院认为说 这个几个字是不具有识别性的 是不准注册的 好 那当然 这个厂商他就不服 他就是说这个Leave and immigration 翻译出来应该 这个比较文雅的翻译 应该是叫做一见钟情 或者一见倾心 或者一见如故 法院说不会 消费者看到不会有这种感觉 他就是说 就是留下一个印象而已 所以不会有这样的一个读取的方式 那么 这个厂商在继续的增值 就是说 可是这个智慧财产局 也有在其他很多例子 他也核准了 所谓有关于印象 或者imperation 这种类似的标语 或者这个形式的商标的注册 那法院认为说 这每个个案是不同的 要以各个文字结合后 所产生的特定意义 或者是文字跟其他设计图案 所形成的特定意象 在这个个案具体 事实还涉于各种判断因素来判断 所以不能在别的案子 这个智慧财产局有核准过 就是说代表今天 这个情形就应该要核准 那么 当然厂商他又另外提出一个抗辩 他就是说 我这个商标已经在别的国家 已经获准这个注册了 那么法院特别指出 我们并不是英语系的国家 所以你这个英文 在别的国家是不是具有识别性 未必在 就算在别的国家具有识别性 未必在台湾 在我国就具有这个识别性 所以不能拿在国外 在别的国家已经取得 这个商标权来证明说 在台湾他也是具有识别性的 那么其次法院就这个 他不具有这个后天识别性 也做了一个认定跟判断 那么其实大家去看这个案例可以发现 其实这个Leave and Impression 的申请注册的厂商 其实就是百灵坛 这个跟这个酒是有关系的 那么法院认为说 因为你这个Leave and Impression 的这个几个字的出现 大概都是跟随着百灵坛这个英文 还有这个中文的真实课最深刻的 这几个字 那么其中这个百灵坛英文 这几个字是最大 字体最大 其次是这个真实课最深刻的中文 最小的才是Leave and Impression 所以这个如果是这样的话来看 客观上给消费者的一个印象 是以这个百灵坛这个英文 还有刚刚这个真实课最深刻的一个字 是来区别商品来源识别的标示 这个无从使消费者认识说Leave and Impression 它是表彰商品的标示 然后介于跟他别人的这个商品 或服务来区别 所以法院就是认为说 你也不会因为你这个使用Leave and Impression 好像今年累月就造成消费者看到这个字 就可以来做一个 做一个产品跟服务的区别的话 因此他也不认为这是具有后天的识别性 所以在整个这个法院的最后的论判 既然它不具有先天的识别性 也不具有后天的识别性 当然认为这个厂商要用这几个英文字 来申请注册商标是不准许的 刚才律师提到了 主要这个案子就在谈论到 先天识别性跟后天识别性 也许观众朋友会说 什么叫做先天识别性 什么叫后天识别性 我简单的来说 先天识别性就是 简单的来说 它就等同于要具有所谓的特别显著性的意思 就是说你这个采用的这个商标 无论你是用文字还是图形 还是用其他的任何的 这个我们商标上面所用的立体的 或者颜色的 你都必须要能够让这个消费者 能够认知你的具有这个商品的这个描述特质 而且能够与其他的商品做一个区隔 这是你要有一个特别显著的一个这个部分 那后天识别性呢 简单来说就是你不具备有特别显著性 但是呢你这个商标呢 已经含有了第二层意义了 那么在含有第二层意义的时候呢 这个时候假设呢你能够证明它具有第二层意义的话 那这个时候后天的这个识别性呢 我们就承认你的存在 好所以本案来讲呢 这个当事人就说我是具有呢 先天识别性 因为我的立体的印象呢 这个部分来讲是 是具有一个特别显著的这个概念 因为它是可以让消费者可以认知我的商品呢 这个与其他的这个商品是有不同的 可以表彰我商品服务的标示的 而且可以与其他商品做一个区隔的 可是法院呢不是这么认定 法院的认定就像刚才律师讲的 他说你这个leave and impression 只是中文翻下来就是留下一个印象嘛 所以我们的文化跟西方人的文化不太一样 那因此呢我们在看这个英文 所在给你的这个这个 这个脑海之中的翻译的印象 是这个留下一个印象而已 那留下一个印象 它只是一个短句一个短文 它本身不代表任何的特别显著的意涵 所以没有办法让你知道商品的这个区隔在哪里 好那现在呢这个当事人就说那这样子好了 那如果它不具备有这个先天识别性 那至少它有后跌识别性 也就是它有第二层意义 为什么它有第二层意义呢 因为我们说虽然你不具有先天识别性 但是如果你这个产品的标志已经呢 这个为消费者所习之能够理解 就一看到这个产品就能够想到你的商品的这个部分的话 那我们认为它的这个所谓第二层意义是可以存在的 也就是一般我们有假的叫商标吃药意义 那在这里面呢 它就主张刚才律师所提到 它就跟百令堂的这个酒啊 很多地方高尔夫球的这个广告 它上面都有一个 Leave and Impression这个字也 但是它的字都很小 而且有的时候都在不是在很醒目的地方 所以呢 你要证明说这个已经是被消费者所能够呢 认知它具有第二层意义的话 在举证上面呢 好像它也欠缺了一些呢 这个强而有力的说服力 所以本案呢就没有被它这个认可 因为就认为说欠缺了先天跟后天的识别性 好 那我们先休息一下呢 大家再来请教呢 这个律师有关于商标的种类的部分 好 我们先来介绍商标的种类 各位请看 第一个可口可乐 Hello Kitty 麦丹劳叔叔 Chanel 这个Couch的酸烯 还有呢 这个国泰的人寿的这棵大树 还有呢 鳄鱼 还有百事可乐 这些的这个图案 这些的图形 它是不是商标 那它是哪一种的商标 是 我们可以先来看一下我们这个100年所修正的商标法 刚刚稍早提到过的 它的第一项来看看我们现在的承认的商标的种类有哪些 商标它说指任何具有识别性的标识 它是得以文字 图形 记号 颜色 立体形状 动态 全向图 声音或其联合式所组成 那么其实这样的修法来源它是参考了这个商标法新加坡条约 那国际上已经开放各种这个非传统商标的作为保护商标的一个太阳 那么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在这个文字商标其实它是不限于这个中文的 外国文字也可以来作为我们的商标 所以这个cococola这几个字 它这个英文的文字 基本上它就是应该是可以成为一种文字的商标 那至于Hello Kitty我们刚刚在 如果它是文字的部分当然它是一个文字商标 但是我们刚刚看到了一只猫的这个图形 所以它应该是这个猫的部分它应该是属于这个图形的一个商标 那如果它把图形跟文字结合在一起 就会变成文字跟图形商标的联合式 那么再来有关麦当劳叔叔的立体造型 在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个线形法的18条第一项 其实在修正前也已经列进来 就是有关立体形状也可以成为这个商标 所以麦当劳叔叔这个立体造型 应该是属于立体这个形状的一个商标种类 好 那有关湘奈尔这个双C 还有这个扣取双C的这个标示 那么应该可以把它当作是一种记号 或者是图形的这种类型 那当然如果它再搭配了其他的 这个记号再搭配了其他的文字 那可能又变成是记号跟文字的联合式 好 那国泰人寿的这个大数 我想这个部分大家都很印象深刻 这个应该是属于图形商标的一部分 图形商标的一部分 那么再来就是有关这个鳄语的图案 还有Crocody有这个文字 我们刚刚看到荧幕上其实是文字加图案 所以这个应该是可以认为它是一个图形商标 加文字商标的联合组成 那么最后百事可乐的这个红蓝白的组合的图形图案 它可能会让人误会 因为它有我们特别强调到红蓝白这个颜色组合 以为大家以为是所谓的颜色商标 可是颜色商标其实所谓的颜色商标 在我们这个智慧财产局的这个审查标准里面 它是说这个颜色商标是指单纯 以单一颜色或颜色组合作为商标申请注册 而该单一颜色或颜色组合本身 就已经足之表彰商品或服务来源者而言 是不包括以文字图形或记号与颜色的联合式商标 所以这个一般平面设计图有固定的形状 图形形状是与颜色 它是属于图形商标而不是颜色商标 所以如果用这个审查标准来看 可口可乐这个红蓝白球形的话 应该是属于图形商标而不是颜色商标 所以刚才介绍的这些商标种类 我们有的从形态上面来分 有的从形体上面来分 在这个形体上面 我们就分为平面的商标跟立体商标 这边稍微的补充一下 这有关于立体商标 如果这个立体商标 它本身是具有功能性的话 那这个立体商标纵然它在专利上面 它已经享有专有的一个专利的功能 但是它也不能够来申请这个商标的注册 所以在立体商标上面 对于功能性的部分 我们可能要特别地注意这个部分 好 那我们现在来看最后一个题目 就是这个台三甲公司与中国的A公司 合制在中国大陆 依照中国公司法设立登记的乙公司 那乙公司在中国大陆注册的商标 那甲公司没有得到商标权人 这个乙公司的同意或授权 可不可以在我们中华民国来使用 或者这个该相同或近视的商标 或者是说这个乙公司可不可以 以该相同或近视的商标 在我们中华民国来申请注册 是 有关第一个就是 没有经过这个商标权人的同意或授权 可不可以在我们我国使用 这个相同或近视的商标的问题 在我们的这个 我们可以来看一下 智慧财产局在94年有一个韩式 它的这个日期跟文号是 94年8月30号 94智商 0350自帝 0948 0355 490号韩 这个韩式它大概说明的第三点 它有这样的一个解释 它说这个来韩所指在中国大陆 获准注册的商标 它取得的商标权 它依照属地原则 它获得商标保护的范围 只限于中国大陆 所谓的属地原则就是说 在中国大陆取得的商标权 它所有的保护范围 就是在那个地域里面 我们称它叫属地原则 至于他人有已知作为商标图样 在我国申请获准注册 那么依照这个相关的规定 这个揭示注册制度 及商标权属地原则 这个别人在经过注册 取得的商标权 相有独占排他的权利 也就受到我国商标法的保护了 所以如果他今天只是在中国大陆 取得商标 没有在台湾取得商标 依照属地原则的话 即使在这个没有经过同意或授权 在我们台湾使用这个相同类似的商标 并不当然地构成这个商标权的侵害 这是第一点 那么有关第二个问题 我们可以看一下稍早在民国83年 有关这个法务部曾经有过一个函视 就是有关大陆地区的法人 可不可以在台湾地区申请 这个商标的注册 那么依照这个法务部83年 法律制第1518号的一个函视 他是说这个依照台湾地区 大陆地区人民关系条例的 这个46条第二项的规定 大陆地区的法人 他的权利能力及行为能力 依该地区的规定 所以若依大陆地区规定 具备权利能力及行为能力的法人 在两岸人民关系条例而言 在台湾地区也可以承认 他是具有权利能力 跟这个行为能力的 那接下来这个法务部 他又进一步地说 他说依照这个宪法的 这个第十条的规定的精神 大陆地区人民 仍然是属于中华民国人民 并不是外国人 所以大陆地区的法人 不应该做相不同的解释 就是说把他当作是外国法人 那么在参考这个商标法的 一个互惠主义的规定 只是以外国人作为规范对象 那么法律上的互惠主义 就是就外国人 为限制性的保护规定 需以法律民文规定为限 那么大陆地区的法人 既然不是外国人的话 也就是说这个 而且两岸关系条例 对于大陆地区人民 智慧产权权的保护 这个没有其他限制的规定 所以他的结论就是说 大陆地区的法人 依其所在地 规定有权利能力者 也可以在台湾地区申请相关的 这个商标的注册 所以以上是有关这个 相关的行政机关的函事 是 有关于这个 大陆地区可不可以来台湾 申请注册 刚才律师已经讲得很清楚了 不过在这个部分 因为我们根据商标法第三条 跟这个规定 还有商标法第六条规定 我们是对于外国人的保护 那对于这个中国大陆 这个商标的规定 我们就是用到这个 两岸关系条例里面的部分来处理 那两岸关系人民条例里面 规定来处理的以后 尤其是在我们ECFA签订之后 我大概举一个数据给各位来听 就是在ECFA签订之后 我们在民国一百年 在台湾申请 中国大陆的这个人民 不管他是自然人还是法人 但我们台湾来申请专利的 总共有1392件 比在民国99年成长了76% 那来这个一百年来申请商标的案件 有1968件 比这个民国99年 1603件多了23% 所以我们可以发现到这个 目前来讲的 我们两岸的这个商标 跟专利的申请出责 是越来越多了 那刚才我们所提到的这个部分 他就是要适用到我们的这个 两岸人民关系条例的这个部分 所以有一点点辛苦 那如果说今天呢 他已经在大陆申请了商标 他能不能在我们台湾来申请商标注册 我个人认为他有商标法第三条的问题 他就是有第十二款的部分 那因为第十二款他已经他有先使用了 那先使用呢 根据我们的这个规定来讲 所谓的先使用 不仅仅是在我们国内的有先使用 就是你在国外已经有先使用了 那你就会上市的新颖性 你就不能够来申请注册 所以在这个部分 我认为他是没有办法 用相同或相类似的商标来申请注册 好 今天时间的关系 我们接到这边 谢谢各位的收看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